中共国家主席胡锦涛日前在北京举行的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说 到2020年中国要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 评论指出胡锦涛的这番话实际上反映出 以前靠加工和出口的中国经济模式已经陷入死局 但是要想学西方发达国家以技术创新来刺激经济 在中国这个大的政治环境下不可能实现 因为创新需要自由 而中共政权要求老百姓像奴隶一样对他唯唯诺诺的服从 评论认为受控制的奴隶永远不能创新 除了胡锦涛期待中国未来走入创新型国家行列 中共总理温家宝也在7月7号的会议上表示 如果能在中国制造前面再加上中国设计 中国的经济和产业格局就会发生根本性变化 但中国大陆目前经济处于艰难状态 前期靠出口靠附加价值的加工制造业模式早已经失去优势 就被人删戴了 就被人模仿了 而且呢这个本身那个社会的发展方向全部都是 以官员确定所发展方向 这种官等位的运作方式也造成了 这个中国的创新实际上是被中国的这个政治大环境所压抑 中国问题研究人士何安全也认为 中共60多年来一党专政的政治制度和教育模式 压抑了每个社会个体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 他说中国要进入创新国家行列的目标不可能实现 只能算是一种政治宣传 从幼年小学 中学到大学 我们受到的是什么样的教育 是压抑式的教育 规定的被标准答案的教育 他们的这种教育模式是让一个人变成一个机器上面的一个螺丝钉 这是毛泽东时代 现在这种教育同样也是沿袭了以前毛泽东时代的这种教育 据了解中国大陆很多大学教授早已经放弃了没钱可图的科研 他们更多关注的是如何上马一些短期的立即能拿到钱的项目 一些海归派技术精英也在国内受到压抑而无法施展才华 2009年9月17号 浙江大学海归博士图续新跳楼自杀 他在遗书中表示后悔回国 并写道 国内学术圈的现实残酷 无信 无情 却因他的自以为是而忽视 因为这个国家是权力关系 处处充满权力 一个科研人员 你也要必须花大把的时间去拉拢上职 去经营关系 而不是经营科研 在这个大环境里面不可能出来科研成果 这个环境是权力游戏 这是一种结派的社会 汉权进一步分析说 中共政权要求老百姓像奴隶一样对他唯唯诺诺的服从 又希望老百姓有非常强的独立思考能力 有打破常规的创新能力 这是不可能出现的 杰森也指出 奴隶是永远不能创新的 因为奴隶的思维是被控制的 所以把这种独立的 因为这种独立的 把这种独立的设计划 和这种独立的区别设计划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